一輛大貨車停靠路邊 後車都敞開 司機把一箱箱貨物搬下來 準備推進超商 突然一名穿黑衣的男子 鬼鬼祟祟走到駕駛座旁 接著打開車門 整個人爬了進去 過沒多久 男子跳下車 馬上快步離開 司機送完貨回車上 又走下車 像在找東西 原來他的東西被偷走了 事發在26號中午 桃園慈溫路偷東西的是 32歲的張姓男子 他闖進駕駛座 拿走手機 還有一包香菸 司機馬上報警 警方追查過程當中 又接到另一名民眾報案 自己剛回到租屋處 就發現一名陌生男子 說要來修水店 民眾發覺不對勁 打電話詢問房東 男子趁機摸走價值一萬元的飾品 接著逃之夭夭 原警調監視器 在一小時內逮到人 質問男子 他還吱吱吱吱 說不出話來 但在他身上搜出髒物 原來兩個案子都是同一人所為 他偷完貨車之後 馬上又爬氣窗闖進民宅 兩個地方只隔400公尺 不過動作再快 也躲不過警方追起 TVBS新聞廖宗姓 黃凱進桃園採訪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 然後再次進行